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两国元首将在二十国集团 第二零魂会期间举行会晤 两国官员先于这次会晤举行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美国主华大使特里布兰斯塔德11月8日在华盛顿对记者说 双方可能涉及两国关税争端以及其他贸易问题 他说美国并不想遏制中国 报道着 出席对话的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 2018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共同主持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问问和参加外交部布兰斯塔德说 我们希望中美关系是一种建设性的注重结果的关系 他说 此次对话是一个就从南海到中美在富汗和伊朗等问题上的合作等一系列问题坦诚 公开交换意见的论坛 我们希望在包括朝鲜在那个我们关注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中国一直是帮助朝鲜重版谈判桌的关键参举者 布兰斯塔德法建设11月9日在持续数月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后 中国和美国当地时间11月9日恢复了高层会谈 期待着找到从贸易到军事摩擦等争端的解决办法 月季中美两国元首将在第二林峰会的间隙会晤 而且双方都希望能宣布一些进展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于11月9日上午 与两位中国高层决策者会面会谈的重点是安全问题 但贸易是双方紧张关系的核心 特朗普已对中国大批商品加征关税 从而引发了中方的报复性措施 报道着 尽管特朗普政府有关中国的某些言论 让一些评论人士将其余冷战进行类比 但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卡德表示 华盛顿并不是为了寻求对抗 他说会让将就南海等问题 坦诚公开交会意见 蓬佩奥与马蒂斯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8日 定于当地时间11月9日举行的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是为两国元首会勿铺路的一项举措 报道称 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已超出贸易和南海败仇 在中美两国元首上周通电话后 两位领导人的会晤越来越令人期待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11月7日在华盛顿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时说 两国应通过谈判为贸易争端 寻找多事解决办法 并确保习客会取得积极成果 当地时间2018年11月9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在华盛顿主持第二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后 同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 以及美国国务博士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共同会见记者 国防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